昨天翘翘板魔咒再次出现 北交所暴涨 护身两市暴跌 下跌的个股超过4600家 大盘失手3300点 收出一根光头光脚大阴线 你看这个光头光脚大阴线 今天还能下跌吗 12月6号星期三 朋友们大家好 我是股邦 股市早播报 一则消息 你看目的下调了我主权信用评级 大盘直接来了一个跳空低开 留下了5.24个点的跳空缺口 根据缺口理论 三天如果不能回补这个缺口 缺口有效 那这个缺口对大盘构成的压力很大 那今明两天能否回补这个缺口 可是个关键 能回补吗 我们看看盘面上的细节 上证指数15分钟低点位置 30分钟序列低9 60分钟开盘序列低7 90分钟120分钟小低点 日线序列低9 周线小低点 这不就是有报复性反弹的要求吗 我们再来看上证50指数 15分钟小低点 30分钟开盘再次序列低7 连续性的60分钟底背离之后再次序列低7 90分钟序列低9 120分钟再次序列低9 日线开盘也是序列低9 周线小低点 这不也有报复性的上涨要求吗 这是上证50 再来看科创版 15分钟小低点 30分钟序列低9 60分钟开盘序列低7 90分钟小低点 120分钟小低点 日线小低点 周线也是小低点 这不也是有修复性上档的要求吗 这是科创版 再来看申乘值 15分钟小低点 30分钟再次序列低7 60分钟开盘 再次序列低7 90分钟小低点 120分钟开盘 再次序列低9 日线也是序列低9 周线小低点 这不是也是有修复性上涨要求吗 我们再来看创业版 15分钟小低点 30分钟开盘 再次序列低7 60分钟开盘也是序列低7 90分钟底背离之后 再次序列低点 120分钟低点 日线低9附近 序列低9啊 周线还在序列低9范围内呢 这不就是中长线有投资价值吗 综上所述我的观点 中长线有投资价值 短线高点不过 虽然拐头向下 但超跌反弹一触即发 看好我们手里的品种 沿着50线10线上涨的 趋势不改持不待涨 我们看看国外的消息方面 首先巴以冲突还在升级 以军地面说行动已经进入到第三阶段 升级呢 再说欧洲央行 说叫基准这种情景 是不适合再加息 你看他说近期不会再加息 什么意思 这不就是向好吗 那再说比特币盘中又突破了 四万四千块钱 美元呢 那折合人民币三十来万呢 那多厉害 区块链你看都跟着动了 科技股也跟着跑 再说美就业的数据 现在呢在走落 一下子回到了2021年三月份 就是两年半之前的水平 你看受此影响 那个美股出现了异动 首先我们看美股道指 美股道指跌了0.22 但是是给底下往上爬的 是低开高走 纳指涨了0.31 冲高回落 但是尾盘收高 涨了0.31 标普微跌0.06 但微谱微跌也是低开高走啊 多数的科技股都在上涨 那我们中概股 可没那么幸运了 又下跌了 纳斯达克金融指数 跌了1.52 欧洲那边多数都在上涨 少数一点点在跌 原油跌了72美元 黄金又跌了一点 2040 人民币7.1480 什么意思 还是在升值周期呢 那好 再说昨天北交所 北上资金那边 竟流出75个亿 向五粮 宁王 茅台 分别流出6亿 3亿 两个亿 万维 竟买入3个亿 昨天央行开展了 2100亿的七天期逆回购 当天有4150亿 逆回购到期 实现资金竟回笼 2050亿 出了混 欠总得还的 这些钱相当于咱们还上了 那再说国内的消息 首先点一嘴 这个目的下调我信用评级 变成那个了 我们财政部说了 说中国经济 有巨大的发展 韧性和潜力 长期向好的基本面 没变 说目的的担忧 没有必要 看到没 这个表示 这个表述很强硬 那再说 忠诚性国际 维持对中国主权信用评级 就是这个信用评级的 叫双A加G 这不就是一个展望和稳定吗 这是好的 你看 有人给咱捧场 那再说 证件会将全面推进 叫投资端的改革 进一步扩大 中长期资金这种来源 同时要提高 全一类资产的 投资实际比例 看到没 要形成什么 叫E加N加X的体系 就是给咱们股市 在打气吗 那不就是资本市场 不就是这吗 那好 再说房地产方面 财政部也说了 说房地产市场下行 给地方一般性的公共预算 还有政府性的基金 这种预算 带来的影响是可控的 是结构性的 也不要担心 这都是好的表述 看多给力 那再说 前十一个月 中欧班列 开行多少 1.6万多列 创新高 啥意思 这不都是一带一路 我们在发威吗 那好 再说我们国家 成功发射了 卫星的叫互联网 科技技术的 一个试验卫星 这是个好消息 互联网 这不就是我们在转型吗 那好 数字经济转型啊 你得有啥 你得有卫星 你得有这个跟互联网技术相搭的卫星 再说 西安发布了促进新能源汽车发展的八个便利措施 什么意思 这不就是助推新能源汽车吗 好事 那再说广汽所 调整碳酸锂这个期货的合约保证金标准 啥意思 这就是不让大家给这块恶搞 现在你看碳酸锂电池等等啊 就这些东西原材料的价格已经跌到十万块钱了 从五六十万跌下来的 这不就是我们现在开始稳定气了吗 那好 得维稳 再说我们国家的快递业务首次突破一千二百亿件 那位说这个数也太大了 相当于什么 相当于每一个国民发了一百件东西 那位说真的吗 我发了这么多东西吗 没错 你看看你有没有一百亿 如果没有一百件 那你就拖后腿 那好 再说中国新疆的自贸区啊 叫获格斯那个这片区挂牌的 这不就是我们还在对外开放吗 那再说爆雷的 三天 这不是几天三连板的中工科技啊 说公司数据这个什么生产呢 包括交易啊 说这些个数据要素啊 相关的业务呢 却没有涉及到那么多 你看那人家就三连板 再说恒润也说了 说这个董事长被那个了 这个涉及到内部交易 那么现在呢 也爆出来了 看看大家有没有爆雷的 好 说说咱的观点 中长线有投资价值 短线高点没过 拐头向下 那么你别看拐头向下 这个位置动能聚集可不少 超跌反弹 一触即发 最关键的要把握住我们手里的品种 如果沿着五日线 十日线 上升趋势不改的东西 持股待党别卖飞 一旦跌破了关键支撑位 有的连二十日线都跌破了 我们就不参与下跌调整 把初略的资金找那种低位有拐点的 这样不参与下跌调整的同时 还能跟上新热点 新题材 不被市场边缘化 好朋友们 以上是早播报的主要内容 喜欢的可以点赞加关注 我中午发视频 你第一时间就能看到了 朋友们 中午收盘见 请不吝点赞加关注